为了让长辈快乐学习健康的生活 与日前在集体镇开放一系列的课程 每位参与的长辈都展现出活泼的一面 新议员陈昭玉同时也是 乐林学习中心的主任委员 受访中表示 过去长辈的生活非常艰辛 让这些长辈们可以过得生活充实 身为我们年轻的一代则无旁贷 鼓励长辈们多多参与学习 让自己的知识更加丰富 学习永远不会嫌晚